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行政會議開會前見記者 探及颱風小犬襲港期間突然改掛9號風球一事 他表示天文台一直全力以赴 雖然監察和預測系統已達國際水平 但可提供多少預警時間 應受現金科技的限制 至於港鐵因9號風球停駛露天路段 導致當日有市民和機場旅客滯留 他承認情況不理想 指以要求相關部門和業界研究惡劣天氣下的疏度安排 9號風球懸掛後港鐵公司因為鐵路路天部分要停駛 而引致旅客和市民滯留的問題 我已要求運輸及物流局和港鐵機場管理局 以及運輸業界研究如何改善在惡劣天氣下疏度乘客的安排 李家超亦表示在處理颱風雜港事件上 政府已增加預警的頻密度 但天氣變化迅速突然 現金科技仍有限制 他相信天文台已盡力 他又重申天文台在掛上8號風球後 也有提醒市民或會掛上更高風球 因此大眾需要有相關的危機意識 另外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崑成 今早接受電台訪問時指的士司機在風暴期間開車 如果遇上意外有機會被拘捕 導致願意開工的的士司機減少 而當時上萬旅客抵港 即使有更多司機願意開工 也只是杯水居身 需要集體運輸才能處理滯留的問題 吳崑成指 商會當晚不清楚抵港的旅客數量 而8號風球在15分鐘內改為9號風球 乘客也不知何時會再有列車行駛 因此大量乘客大排長龍等的士 情況混亂 對於有司機趁機攬收車子 他認為行為不應該 相關司機有機會被檢控